好, 現在我想示範一下如何在maps.google.com.hk 去找餐廳 那你如何才肯定自己是適合了 是.hk呢? 那你就可以看看左邊 會看到有日本地區 有香港地區的名稱 也會看到香港上演電影 香港鐵路交通地圖 那你來到這裡之後 你可以按一下我的地圖 然後你會看到一個推介的小工具 會看到OpenRice的餐廳排行榜 你可以按一下 很快你會看到地圖上面 就會開始出現很多OpenRice的圖標 指示一些熱門排行榜的餐廳 那譬如我今天想去銅鑼灣吃東西 那我就先把地圖 滾到銅鑼灣那裡 那我看看這附近有什麼東西吃的 那這間呢是吃什麼的呢 是吃廣東菜的 那這間呢 這間呢 這間呢 就是吃這個美國菜的 那這間呢 多看一間吧 這間呢 就是吃這個西式快餐店酒吧 但是其實我也不是想吃這些東西 我想在銅鑼灣那裡吃法國菜 那你可以隨便在一間餐廳那裡 搜尋附近地區 那你這裡就已經可以開始打了 因為我之前打過了 那我就可以在這裡找回法國菜 然後搜尋 那立即呢 你就會看到呢 單單在銅鑼灣這個地區那裡 那它就會出現了 好幾間 這些市標的法國菜 那有些呢 就會有 那些呢 就會沒有的 那譬如我有一間我去過的 譬如叫佛式牛扒屋 就是這裡的 那它也會給你看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呢 同一個地區裡面呢 很輕易地找到你想要去的餐廳了